士王莫伦是雷克特士群的单士王 当时雷克特士群是恩格罗恩格罗火山口最大士群 灵敌庞大资源丰富 献杀旁人 绿带王冠必成其中 士群面临的外部威胁也愈发严重 莫伦不愧是士王之王 一己之力让猎狗闻风胆寒 不敢踏入士群的核心领地 面对四只三岁以上的流浪雄狮挑战 横刀立马枪处入笼 上兵伐谋以智取胜 尽管士王莫伦取得了外战的胜利 士群的大环境却已经日暮西山 坚固的堡垒竟然从内部崩塌 17岁的士群女王马基亚 相当于人类的老奶奶 她本来准备将自己的女王之位传给女儿 无奈女儿伤口感染身患重病 在外养伤之际被裂口群围殴这死 其他母狮捕猎能力又完全不行 上有老下有小 一张张嘴巴嗷嗷带步 士群却轻黄不接 可谓是燃眉之急 让人纳闷的是 东飞雄狮身材高大 火山口雄狮更是王中之王 实力强悍 但是为什么 火山口士群会面临如此窘境 甚至于有专家预言 如果问题无法改善 火山口士群恐强面临灭顶之灾 事情还要从火山口的地形说起 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江山如画 每不胜熟 来到这里 就好像进入了史前文明 似乎随时会从森林里蹦出来恐龙 当然 恐龙是不会有的 不过这里脚马成群 水牛结队 火链鸟乌鸯一片 还有罕见的黑犀牛 其中 最让人兴奋的还是这里的狮子 火山口雄狮 体型巨大 外表雄壮 纵宝乌黑弄米 毕竟这里的食物太丰富了 狮子们生长发育的很好 而从外面来火山口的路非常难走 偶尔进来几只流浪雄狮 看到如此威猛高大的地主雄狮 简直要怀疑师生 仓皇逃走 而打这里抽走的雄狮 看到外面的资源如此贫瘠 经常会饿肚子 同样也待不下去 所谓有尸入简单 出去流浪的雄狮不得不兜兜转转 打道回府 就这样 火山口狮群和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 看似狮子的数量越来越多 却隐藏了巨大的隐患 那就是尽情繁殖 果不其然 那年的旱季格外漫长 好不容易等来天降干淋 没想到大雨却停不下来 以至于洪水四起 信赖密密麻麻的苍蝇 苍蝇本来是司空见惯 可数量之多还是让人炸舌 最关键的是 火山口狮群都是尽情繁殖 免疫力低下 面对苍蝇带来的传染病 几乎是一触即溃 七十多只狮子 到最后剩下只有五只 一雄四瓷 那只雄狮是幸运的 它躲过了百年一遇的天灾 然而它又非常的不幸 失去盟友的丹氏王 面对外敌入侵 即便自己实力占优 也是独母难知 不久之后 便宣告下野 不知去向 对于火山口狮群来讲 这是一次不错的 新陈代谢机会 他们迎来了 久违的新鲜血液 而难受的是 成也火山口 败也火山口 新来熊狮的后代 营养丰富 成年之后 同样是身高马大 他们再一次独霸火山口 在跟外来熊狮的战斗中 优势明显 以至于到最后 本地的六只熊狮结成联盟 亚成年时期就成为了狮王 人称恶霸联盟 他们的王朝持有十年之久 外来势力完全不敢冒犯 这还不算 十年后 他们的六个儿子自称赋业 继继续统治着火山口狮群 简直就让外来的熊狮感到绝望 而这里的狮群 也一度繁荣至极 当时 18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竟然存有125只狮子 密度之大 让人叹为观止 火山口狮群 进行繁殖前期 一派欣欣向荣 可惜 狮群并没有走正道 这就表示 他们的繁荣 不过是浮于表面 终究会 昙花一现 莫伦丹 世王后期 整个火山口狮群的免疫力 都很低下 遇到外伤 配合苍蝇大军 让狮子们 一个个倒下 那段时期 至少有十只以上的狮子 死于伤口感染 所情莫伦并无大碍 通过对莫伦 独有的赛伦盖地 刘海型肿毛分析 莫伦的出生 极有可能是工作人员 人工给当地牧师 受惊的结果 较高的免疫力 和这类丰盛的食材 让世王莫伦 在16岁高龄时 看上去依然 饱刀不老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可历史也都各不相同 耿之前笔 不只是苍蝇 马赛人的数量大增 不顾保护区的指令 强行搬迁而来 这对狮子的生存 同样是巨大的考验 马赛人忧愁必报 狮子倘若吃了他们的牲畜 基本上都会被暴復影杀死 本来莫伦的强力保卫 加上17岁女王马蒂亚的优秀能力 狮群本应该逐渐壮大 可惜狮算不如天算 尽心繁殖 这种先天性的精英缺陷 是火山口的狮子们 始终迈不过的那刀铠 专家分析 如此持续下去 火山口狮群 大概会迎来灭顶之灾 倘若一语成仇 那每一个的火山口 还有什么神圣而言呢 马蒂亚和莫伦早就嫁鹤西去 狮子们的能力有限 他们只能关注自己的眼前 而我们人类视野开阔 绝对不可以让这种事情持续的恶化下去 对未来的不确定 让人们日夜难安 突然好消息传来 或许是上天的眷恋 火山口狮群命不该绝 一只从火山口东南方向流传而来的雄狮 无意中撞见了火山口内一只年轻母狮 二者情窦初开 一见亲心 再见钟情 这样流浪雄狮再也无法流浪 他转身回去 叫上自己的三个兄弟 群青激昂 如同脚踏七色云彩 向地主雄狮发起了挑战 理论上 火山口本地的雄狮更大 更壮也更多 历史上 很多外来的雄狮 轻则大败逃亡 重则全军覆没 但这一次 奇迹就是发生了 四只雄狮联合起来 汉不畏死 蒙冲蒙打 既然打败了火山口最大市群的雄狮联盟 被打败的雄狮联盟中 就有莫尔伦的儿子 新来的四只雄狮一战成王 抱得摩世贵 祝就了新的传奇 与其说 这是雄狮四兄弟创造的奇迹 不如说是 上天对火山口失群的深深眷恋 新来的救世主雄狮联盟 狮王宝座还没有暖热 就开始履行狮王的责任 开枝散叶生生不息 不久后 狮群里的十只母狮 全部坏有身孕 这可是火山口失群真正的新鲜血液 还有更夸张的 后续生产的二十只小狮子里 居然有十五只都活过了两岁 这不得不说又是一个奇迹 也说明 新来的四位救世主雄狮联盟 能果断地击退各种同类或者异类的入侵者 是不折不扣的好父亲 火山口救世主雄狮联盟 敢打敢杀尽心尽责 保护火山口最大士群不受侵犯 一时间光彩夺目 可火山口的土竹雄狮实力不可小觑 救世主雄狮联盟经过两年的打打杀杀 终究是损兵折将 两位兄弟不幸遇难 剩下的两只雄狮不得不放弃火山口的最大士群 退而求其次 攻下第二大士群 继续着他们的传奇 不久后 第二大士群也难以坚守 救世主雄狮联盟 剩下的两兄弟又辗转其他士群 这在客观上 对火山口的士群是一件好事 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 也许 四只救世主雄狮联盟 并不是那种知进退 懂取舍的高情商狮子 他们在位时间不长 却在关键时刻 打破强势地主雄狮的垄断 为火山口的士群带来新鲜血液 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完成了正确且伟大的成就 救世主雄狮联盟 名副其时 当之无愧 而火山口士群 得以继续成长 后来 火山口又出了 这么一只雄狮 体型超大 体重一度被认为 280公斤以上 不但中毛乌黑发亮 就连腹毛也是一绝 被誉为野生雄狮中 体毛最发达的 而且他没有固定食群 神出鬼没独来独往 性格难以捉摸 这套雄狮 又是何方神圣的 点赞加关注 生活有温度